让爱甜甜祝你家 让爱甜甜祝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我爱我家 试花弄草专栏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今天的试花弄草专栏里 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于希燕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先拨通一下 于老师的电话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 和我们一起来收听我们的 试花弄草专栏 于老师您好 您好您明好大家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开通了热线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713-984-0424 713-984-0424 来咨询一些专业的问题 于老师您好 这个我们刚刚 休斯顿华人园艺协会的朋友们 又出去春游了 你们要不要给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春花的情况 因为我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很多都是非常喜欢看野花的 我上个周末也带孩子刚刚出去露营 哇这个德州的蓝茂花在盛开 那你们这个上个周五 刚刚带园艺协会的朋友们 出去巴士一日游 你们去的那一边花情是怎么样的 花情我们主要是去这个 在东北的这个 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的 这个大学城叫 那边有一个大学 是州立大学 当本有像UT那么有名 但是叫Steve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 那边有一个全德州最大的 杜鹌花园 这是等于是 他们原意习退休的一个教授 设计 而且他们也在管理 但今年因为天气 春天比较冷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去的时候 花才刚刚开 很多还没有开 所以我们去的太早了一点 但是因为这是 请讲 您讲 所以每年花期都是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早 有时候晚 大家所以需要第一个 在前面先去的人 报告一下花情 我们才能够决定 自己出门的时间 所以你看我等着呢 这就是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讲野花 但是我们去主要是看杜鹌花 然后 当然还有茶花也是这个时候 一些品种这时候开的 但我们当最 另外一个德东德 这非常有名的花 就叫道古 这个是非常漂亮 现在应该再开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反而不是在我们去的地方 在另外一个城市 叫Palestine 他们这个城市的附近 以这个花作为 是一棵树 小树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白色的花 有白色 还有粉红色的 但像您讲的 你去沙莫威 那边就是因为 这边的话就野花 就是我们讲的蓝茂花 那还有这个 印第安布拉西 很多很多 那边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要看的 看花就是 要选 当然美国这个网上 很多地方都可以告诉你 而且有的 有的几个网上 还非常很好 就是告诉你 现在它的花的 花的这个情形 像我们这个 去的这个 Naxosha 这是一个小城 它不是有三万人口的 他们有个 Visit Center 可是他们就做不到 这一点 就是人家打电话去 或者网上曝卦 你这个杜茜花 这个开花的情形 它没有 没有这个service 我以前认识它这个 Visit Center的 这个director 可是他们好像 并不太热衷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观光景点 对呀 所以大家如果 要想知道花情 除了官方的网站上 去找到结果以外 其实个人社交媒体 现在是一个巨大的 免费的记者情报站 对对对对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 尤其我们华人 在Huston也那么多的 但我总觉得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 他可能英文 也不是那么那么好 或者是其他的 可能是怕秀 所以很多原因 可能说 你可以在网上 我觉得我鼓励 就像德州 我们也是差不多 一个礼拜 差不多有一次 这个园艺的方面的事情 可以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 QS的华人原因就是 多落落不如正落落 我们应该用这个想法 大家去看看 我觉得很重要 那么到4月份 我们的巴士一日游 这个春花的季节 大概就快要过了 所以春天的这个花期 特别的短暂 我记得往年 这个蓝茂花盛开的季 你早去一个星期 就半开不开 晚去一个星期 就已经一半都开拜了 所以我上个周末 刚刚去290这个方向 就是休斯顿的西北方向 沿途的野花是盛开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想要看花呢 这个礼拜要赶紧行动 尤其是蓝茂花 你再去晚了呢 它这个就到了半衰期 那个花色 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但最重要 我很惊讶 你去的 因为从照片你看到 就说 其实我290这条路上 在很多地方 都会有一些花 路上 但路上又特别小心 因为安全 因为在美国这个路 大家都开得很快 所以一定要安全的 去停在路旁 然后第二个 就是说 要了解 这些花是 德州公路局啥的 而且就说 这些东西不能乱摘 摘不行 然后很多人 我记得每一年 我每一年春天 我一定会出去 就很多人是爬了 爬了墙 尤其是那种木墙 爬进去造 这很危险的是 因为这个里面其实是 别人家的这个私有财产 在德州有一个闹 大家应该了解 这个当然人家不在乎 就进去看看 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是很大方 但是你应该要小心 不得允许的话 有时候 德州就说 在他的property里面 他可以开枪的 对 我们德州是合法持枪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warning 尤其你看到旁边 写着那个 priority property 那些sign 你一定要小心 但是从290沿路呢 这个德州公路局 撒了很多蓝茂花的种子 其实呢 你不一定非要在主路上 就像余老师讲的 这个主路上 你停车在路边 看花很危险 那旁边的车 都是呼啸着 抄着速的行驶啊 稍微一不注意 哪一个司机 比如疲劳驾驶了 就可能会发生危险 撞到路边停着的车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呢 在这个过了 Birminhan的那个小镇 就是有着那个Blue Belt 那个冰淇淋工厂的 那个地方 你再往西北方向 里边进去 随便一个地方 你走一走 就沿途的农场 很多人自己就撒的 这个蓝茂花的种子 然后呢 路边也有 所以你一定要看好 这个不要进入人家的 私人领地 还有一些就是 感觉是那种荒地啊 就是它是私人拥有的土地 但是没有房子 也没有使用的那种土地 也长满了野花 那种地方相对安全一点 它也没有那种栅栏 也没有铁丝网 所以这种地方呢 在这个路边上拍一拍照 是没问题的 而且往里边一开以后呢 这个没有那么多 急驰的车辆 有时候我开很久 一辆车都看不着 在这个290公路里边 就稍微往里开一点 很多的农场 非常优美的风光 建议大家春天呢 出门看一看 是 然后我可以建议一个 因为我去年发现 就是去很多人 知道这个Brennan 就是你刚刚讲的 这个小城旁边 还有很多 我们讲的Candy Road 就是这个 它这个县里面 自己的路 这些小地方 就像你一样 很多 当一片 有时候不是那么大 但是也很漂亮的 也没有别人 就你可能只有你一个人 这种地方很多 那我现在建议 就是在Brennan的 去这个古典玫瑰 就Antigua Road 这个路上 有一块很大很大 很多人在那边 我去年就在那边碰到 就照了像 我觉得很漂亮 那一块非常安全 对不对 那个因为 那个那条路路的 这个我们讲的 英文来讲 Traffic 就是说开车的 不是很多 所以我也是 无形中碰上了 所以那块 可能今年也是 非常好的 对 其实这个Blue Bell 其实这个 它的花期也不短 因为它这花 这样 从低格到上面的话 大概有一个月 至少有一个月的 这个花期 所以当然就想 鼓励我们的 因为大家都是 来美国做客 其实像我已经做了 五十多年了 我也可能也 人生就在这边结束 但问题是说 一定要这样去想 就是因为 虽然美国历史很短 但是很多还可以 值得看的 就像你要说 不仅是看花了 也可以去吃 吃这些Barbecue了 这种 虽然很简单的事情 但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也推荐大家 这个春天 除了看花 我上个周末 你可能看我朋友圈 我是租了一个 在290那边的 一个农场 就过一个周末 然后那个农场里边 也是各种野花 旁边各种老牛 你可以近距离地感受 这个德州的 大农场的 这种田园风光 而且这一个周末出去 你就心情舒畅 我这几天都 这一个礼拜 都会很开心 所以呢 也建议大家春天 出去看看花 因为就像于老师讲的 我们不管是 第一代移民 还是土生土长 在这里的人 每一天感受着 大自然的恩惠 看到它的美丽 我们就去选择了 迎向阳光 疫情之下呢 大家心情都是 很郁闷的 可是呢 像我们这些 爱花爱草的人 你感受不到 这些郁闷 因为大自然 仍然是这么 这么的美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看到 有一些听众朋友 已经急不可待的 发了一些问题啊 那么于老师 有一位听众说 他的这个玫瑰花 现在在听您的话 情人节那天 已经剪了枝了 剪枝之后呢 从二月份到现在 从这个沾木 上面的部位 长出了很多 新的枝叉 大概有这个 八九条的样子 很浓密 他问你 现在这些新的枝条 是应该剪 还是应该留 另外呢 剪下来的枝条 是不是可以插枝 看你这个 这个枝条的 这个我们讲的成熟度 对不对 你可以大概的 这个玫瑰 都长出来的 新的冒出来 都是红色的 对不对 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是非一定很重要 因为这个 几乎我们要看品种 比如我们这个 最有名的 这个叫Hybrid T 它就是 每一枝上 开一朵 新枝上一定会开花 这个很多植物 都是靠这个 所以这个修剪 就是我们为什么 就促进它开花 你这个脑子里面 它几乎 如果注意的话 就不会开花 那这个 就要看你怎么去想 因为还有几个 另外的品种 就是我们讲Hybrid T 是一枝上开一朵 那还有一种叫做 Grandi Flow 它是一枝上 可以开几朵 就像我们国内 讲的月季 那另外一个叫做 Grandi 这个第三个 Floar Bender 这是 开更多的花 但是花形又小 更小一点 那还有我们讲的 Criming Rose 对不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喜欢的就是 大家讲Pardon的这个 玫瑰 就是 但Pardon玫瑰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说 春天开很漂亮 但夏天 夏天以后就开始 都不太有花的了 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人叫 微月 就是这个 Miniature Roses 这个东西 就其实跟普通 玫瑰一样 只是它的花 还有这个 树形比较小 但是就说 像这位听众 我的答案 就是说 你不要减 对我来讲 不要减 施肥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不讲 为什么要施肥 因为你每一朵花里面 如果真正的 分析的话 里面都有上亿的 这个细胞 像我们人类一样 这是多少的 亿的这个细胞 在组成的 那这个花 就是一样 所以你没有肥料的话 它这个细胞的形成 靠元素 那你花 就开花的数量 就少多了 所以有时候 这样的施肥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们看过 那一年 就玫瑰协会的 那个老先生 跟我们讲课的时候 他就算二月份 修剪之后 他后面就修剪的 次数比较少了 然后你已经等于 大剪过了吗 春天是新长的枝条 第二呢 就是我发现 他们那个肥狮的族 就是枝条少呢 就跟我们那个 琵琶花 梳花一样 花少 然后同样的肥料 它那个花就开的旺 那果实就大 所以我觉得 玫瑰花应该 也是同样的原理吧 你这八九个枝条 你想都留着 你要开八朵花 那你的养分 就一定要很足 对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那个五种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玫瑰分五种 那你要看哪一种 所以现在那个 花的那个 那个最漂亮 那个有 有照片一样的 这个它下面 一定会大概告诉你 你这个品种 是属于哪一种 那你刚刚讲 你如果是把那个 包奔的 你拼命 就算把别的 全部修掉的话 它的花也不是很大 跟品种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等于是 先先 对不对 大家都去买了 种了 然后我对说 一定要花了 这些东西都是经验 别人的经验 我们拿来 就省了很多 这个我们的错误 对不对 你不觉得吗 人生苦短 没有几年种 你就算今天种 玫瑰可能 种过二三四年 为什么不定 很多人就跟我来讲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种 可以啊 这些是 尤其是美国很自由的 对不对 没有人说 叫你什么 不可以种 但是人家的经验 对不对 你看玫瑰 可以大家看 现在哪个地方 不卖玫瑰 不管是裸根的 或者是盆装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意 他们一年有 几亿的 几十亿的这种 生意的产量 对 所以他们都有专家 你看多少专家 多少人去育种 都是为了这个 这是美国 我们讲 绿色的一项产业了 对 非常大的产业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买完玫瑰 那个tag 就是它那个花的名字 那张纸 你千万不要丢掉 如果要丢也不要紧 你两边给它拍一下照 留在手机里 或者是发个email 发给自己 因为你这个玫瑰的品种 非常重要 它是什么DNA 决定了它的花的大小数量 它的这个抗病的能力 等等 那你要想学会 怎么样照顾好这个植物 你先要知道它是谁 就像说这个人是南方人 那它就不能吃重口味 那这个这个花是个北方人 那它就是要喜欢吃它的东西 所以要了解它 不仅那个 我觉得最重要 很多在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Huston 也成立了一个就是玫瑰协会的 但是这里面很多人 就会拿这个照片出来 不管说是于老师 或者是周明明 这是什么品种 对 这个我觉得 我非常的非常的受不了 为什么 这个你知道玫瑰真正的 有专利的 就有几万 可能三四万种 那你怎么记得 当我们的几个puppet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对 我觉得大家要了解 这是说 尤其是我们讲 都要看一下 不能说你跑去 跑去这个Home Depot Lowe's 或者 even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Costco 这种地方 他们都现在变成了 春天什么地方都卖了 对不对 当时因为是卖了 就赚钱 对不对 但我总觉得 这个Home Depot Lowe's 还有Costco 他们这个 就是有这个 退的这个 这个policy 非常好 就是万一中死了 或怎么样的话 你拿去当这里面 我们又讲了 如果说你要有收据 他会 会 会 退还你的金额 或者是再重新买一课的 这是 其他的店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 所以就很痛苦了 对 好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 我爱我家 是花弄草专栏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 好 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 我爱我家 是花弄草专栏 我是主持人明明 继续请来我们的老朋友 于希艳 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余老师您好 您好 那么刚才 这位听众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他就是说 如果他剪下来 新长的这个 玫瑰花的枝条 是不是可以 插迁呢 不可以 因为太嫩了 我们就用 普通的话来讲 这个都是 我们要讲 要找一个成熟的 这个 这个苗 这个 其实 云士顿天气里面 十月份是比较好的 插枝 那我们可以以后再 你要现在讲 可以 以后讲 怎么样 以后讲就可以 而且这个 现在新长的 他刚才说那八九个枝条 又细又嫩 本身插枝也不是最好的材料 不是好 对对对 一定要一个成熟的这个质感 这个其实就是说 以后将来有机会 就是最好有照片看 这个我们口说无凭 而且怎么解释 有时候很多人是不能够 现在是没有 反正红色的这种东西 新芽里面有一种 就是说有时候过多 那个花的 这个玫瑰的花 刺有特别多 这个可能是一种病 这种是一种Virus病 这个东西就整 整支都要减掉 因为这是 这是另外 很少有这个 但是最近看了好几个 听众 我们的群艺里面 就发出来了 尤其在奥斯顿 他们几乎 几乎很多 所以我们要买植物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然后修剪的时候 也要消毒 你这个剪刀 不要 不要 会传染 这个Virus传染特别快 而且没有 没有药可制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COVID-19 几乎 几乎你说是预防可以 但是你说得到的话 那么根本就是 老天在帮你忙了 对吧 同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你如果今天喜欢 另外一个 左讲右讲 大家都不是很在意 就是说他也因为 他需要光合作用 除了吸收水分 这个水分跟养分以外 他要经过光合作用 才把这些元素 变成他的身体里面 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 能量以后 你这个花才开得好 才开得健康 才开得大 一个是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光线 一定要在六到八个小时 就是当见人 有人说一定要八个小时以上 有人说六个小时也可以 就是说反正也需要 有这个太阳光 我们昨天有个群里面 有人讲说 哎呀我这个 到了下午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植物就淹掉了 那淹掉很简单 就是你的这个土的根部 不够不够 长得不够深 它吸收的水分不够多 那所以它变成 每天都要浇两三次了 变成 所以最好就是 我们德州的土壤都贫瘠 尤其我们的Houston 又是土壤是黏土 所以种玫瑰 最好能够就花点本钱 去买一些多一点的 这个像 你就投了 可能买一些这个 Garden soil 就多买一些 因为它如果它长得 这个最好八到十个硬起 这么厚 然后你放进去的时候 你这个根 可以长得健康的话 你这个植物淹掉的成分就很少了 基础很重要 刚刚有听众打热线进来问 他说问于老师 这个百香果的幼苗在哪能买 在哪能买到那种能结果子的百香果 因为有的苗 别人给的 光开花没有果子 是 这个因为我以前在买过 就是它会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Tag上 现在都几乎都每个都有 在那个有一家在 在往往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这条路是就是 99 在这个 69下面 这个地方 到 到那边有一家叫 The Enchanted Forest 它里面有 其实很多店 现在都应该有买这种 就是说是有结果的 这个这个百香果 对 你刚才说那家是在唐城那边吧 是那一个吗 唐城过去 对 唐城下面的 对 在往下 就是我记得是59的 往下走那边 对 到的99 我知道 那边那边很多人都去过了 对 很有特色的一家店 对 这家非常有特色 因为主要它不像我们 现在你买之后 几乎都是Home Depot的 都是非常 不专业 不够专业的 但是他们的店太多了 所以它无形容 控制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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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上 完全 再加上我们 Houston 一个更有名的 这个叫做 Houston Garden Center 他们也差不多 二十几家 大雨伞 这些东西 它就无形容 他们就 这方面的东西 就比较少 因为它的 买来的比较少 所以他们平常这种 比较 比较 不是很 热门的东西 它就不会进 进货 所以你要到这种 特别的地方 譬如说是 另外有一家 我们也去过 就是叫 Coldwell Coldwell 那一家 可能也有 因为他们 它有一些 果树 我前上个礼拜 我才去了 就是 就是那个 它的果树 几乎都是 就是说 可以适应 Houston种的 很多人讲 我要一颗 我要一颗 桃子 问题是 很多人 这Home Depot 买的桃子 根本就 不适合德州 那是适合 加州的品种 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的 National Buyer 他是一个人 他就说 我这个要 要两千颗 两万颗 对不对 他没有那种概念 他不是一个 原意出生的 所以这里面 所以不能说 哎呀 我这个 哪里要卖 你就说 他一定好像 有专业 知道没这回事 现在反而就像 我们刚刚讲 这个 Inchained Forest 他们是专业 对不对 他们是靠这个 靠这个 Nertra 活的 但是Home Depot 不一定 你走进去 你可以走到 走到那个 买木头的 什么东西 其实他们这个 原来这个Nertra 就是靠这个来赚钱 就是你进去 你要买工具 那工具很贵 他赚那个钱 他Nertra 他几乎不赚钱 是 所以这个 如果要买这些 特殊的品种呢 就去这些 专业的苗圃 去赚一赚 另外结不结果子 您说 就看他那个 Tag上面 就会写着 是吗 有的会写着 是有果子的 对 因为很多人 就是这也是我们 就说 东方能 就开始 那另外一个 就是这些越南店 可能有 他们越南店 不能说他们 你知道这家 譬如说 哈温这家 我是不从那边 进去过 那你如果 有一家在 在佩洛兰 那边有一家 那家很大很大 但应该 那边应该有 但是如果说 不知道这些地点 你到Google上 一查就出来了 而且如果是 就要 特殊要找百香果 还要结果子的 我是建议你 去之前 打个电话 问一问 第一问问 他们有没有 第二 有的话 有多少 能不能给你留一盆 如果是 有的人服务比较好 也许会同意 给你留一盆 别大老远 敢去 离城 就为了买这百香果 跑那么远 现在油又那么贵 去了 发现呢 这个没有 你想要的东西 这不就 但是很难 但是很难讲 因为这个 那水 因为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是一个 因为这个货物 并不是那种 就是高高 这个品价的 所以有时候 卖了就卖了 就没了 卖了就卖 对 而且第二个 他们很多人 也不懂这个 像你到 Home Depot 这些店里面 去问那个 你问的这些 在这个 Garden 这个Section 这里面的话 等于是问到 鱼芒 干嘛 他什么都不懂 你要去问他 那真是 那真是自己 捋掉的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了解 所以为什么 我们成立这个 这个园艺协会的原因 就是我 就像我个人 我是念这行的 也是做了这行 所以我只是说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但是 但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参加语 我们这个人 并不是很多 而且很多参加的人 过了几年以后 还是原地TOP 说来讲 像我这个 这种感觉 就是很 不能说伤心 就是觉得 大家好 对这方面 还不是那么 那么专业 或者是想 想的这种 就比如说 我刚刚讲的 这个玫瑰 你一定要投资 这个 不然就不要去种 我有时候跟他 开头之后 你先挪个 挪根玫瑰 我就第一年 第二年 最好买个大盆 就种在盆子里面 这样你就没有 排水问题了 对 而且万一 你这个光线不够 你这个盆子还可以 搬 你种在地上 就不一样的事情 好的 那么听众朋友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我爱我家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 我爱我家 是花弄草专栏 我是主持人明明 在今天的节目里 继续请来我们的老朋友 于希燕 于老师 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么刚才呢 有听众打来电话 问到百香果的这个问题 我们基本上已经回答了 那么如果你要去远的地方的苗圃 问他有没有百香果 如果有 对方不一定给你留的话 那就问他大概还有多少颗 比如说一听数量还可以 你最好赶紧开车去 以我的经验 你知道上次我好多朋友 我的听众 还有咱们协会的人 一直问我们家那颗大爹的绣球花 Big Daddy 我那颗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然后我在一个那个 就我买的那个苗圃 看到他有货了 我赶紧告诉我那些朋友 结果呢 有人是当天去 就抱回来了 有一个第二天晚上去 就已经没了 他一进来就十几盆 可能不到二十盆吧 那么一买就没有了 所以你要想买这些特殊的品种 一听说要有 尽快去 这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有时候 我跟很多人开玩笑 我说 尤其我家领导 就说 哎呀 现在这个经济 不景气了 什么 我就说 你没有到位去看看 有些这个美国人 这个buying power 特别低 有些礼拜五的话 你去看你rest room 都是车子挺满满的 所以这个是你刚刚讲的 这个启示盆一下就强满了 总是有有钱人啊 经济再不好 而且经济动荡 那些有钱人更有钱了 你看那个股市跌宕起伏 哎 有钱人 真的这个这个世界上富豪们 这个资产又都快翻了 翻了多少啊 那是真的是很不公平 这个世界 所以一天到每个国家 这边闹革命啊 什么都是这样来的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永远不会 不会平等的 这就是很怪的 所以你再讲一句话 就是说你今天就是拿薪水的 你就得要小心 像我们的退休人 拿那个social security 更是要谨慎 现在你几乎很多人 你看你这个面临危急 你联邦的 最近我还觉得 每一个州可以说 不一定要遵照 这个美国这个联邦的 这个对地工资的这个法 但是你不觉得吗 就是说你今天 几乎我到中国城的 每家餐馆 或者是美国餐馆一样 没有一家 都在找人 要人 找不到人啊 是 没办法 所以呢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精打细算啊 这个要买喜欢的花 要保养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我觉得这个释花弄草 确实能够让我们心情变得舒畅 对于我们身心健康 是非常有益的 对 所以像个人来讲 我平常不太愿意做这个 就是说繁殖这方面 就是我也买的在 在Inchanted Forest 我买了一颗这个结果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Cation Flaw 这个英文这个字眼 就是我的 这个东西 我现在今年终于 它的就是这个 这个vine 就是这个partum 这开始涨很多了 所以我要 今年我希望能够自己来繁殖 因为很多人就自己繁殖了 它一颗也要十几块 二十块重 我觉得像我的个性 就是说能够繁殖多少 能够繁殖成功的话 我就愿意跟大家分享了 这没什么的 是 我们休斯顿华人园协会的会员们 也特别好 每年春天 大家就会自发的发一些 丝瓜苗啊 冬瓜苗啊 菜苗啊 互相交换 这个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协会 可以发短信 跟我们的周老师联系 他的号码是281-685-5566 281-685-5566 好了 那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今天是难得 我们可以回答问题的一期节目 大家可以拨打热线 713-984-0424 来向于老师提问 刚才又一位听众打电话 问于老师 他说这个 在哪能买好的品种的橘子树 或者是柠檬树 网购是不是可以 这个问题 我觉得咱们群里也有人问过 因为就像你说 前年的那个 那个Frozen之后 很多的橘子树都冻死了 那现在好品种好像很难买 我好像看见您在提醒大家 这个橘科树是不能跨州来销售的是吗 是 但现在就在我们知道的 这个Houston这个市场上只有两家 一家是非常大 这个叫Saxon Brothers 这个是 你看他在鲁伊赛 跟Frozen 这个德州 就是因为这个橘子不能够跨州 所以他两边都有很大的热水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因素 那这个另外一家叫Brother 这个他这个跟他们来比就小多了 但现在你要讲 我们华人几乎都要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金局来 来代替 他们可能 美国人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他们可能只是譬如种两千克或者某一个数量 那你看我们不仅是我们华人要 这个越南也要 所以开头你现在找很多好的品种根本找不到 好多都给你挑掉了 就那么简单 好我们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热线 喂你好 您好 余老师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请问你们刚刚讲 余老师说上次带的带人造的 Steve Austin 还在开花是不是 还没有开花 还没有开花 应该还没有开得很好 就我们讲的路放 现在根本只有几个品种是先开了一些 还是找了一点 我们可能说 我觉得个人来讲 差不多下个礼拜的 下个礼拜可能最好了 大家都要照相了 我就下个礼拜 请问Steve Austin University的 对不对 那是他的 他就是一个大学 他有原意系 但这个 这个 这个杜菅花是 是一个等于是大学跟这个 民间的一个一个一个老 老有钱的老太太以前 这个20年前 要不要门票 要不要预计 不要什么不要 什么不要 都不要 能不能请教老师 因为我们有个传统 HARP HUSAN ASIAN Retired Persons 我们要去 可是我时间上面来不及的吧 4月4号有车子 这样您呢 跟我们周老师联系一下 因为周老师可能对这个花期啊 和公园的情况 比余老师还要清楚 您可以跟周老师的手机 亚洲华 281-685-5566 281-685-5566 对 281-685-5566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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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拜拜 谢谢 好的 那么看来大家对看春花啊 都是非常有兴趣啊 真的是 错过了这一年的美景啊 这叫明年再看了啊 如果话说来 就说 这个前几前两年 那个洞呢 实在伤害很多这个 就种在地上的植物的 他们那边也一样 因为 因为这当我 就因为我去过这个 State Bible Sting 应该有十几年的历史 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去一次 我等于是像这个 看这个周花也是一样 我都290 就是每一年 春天到了 我这个全身 全身就好像觉得不得劲 一定要去 跑一跑 跟我一样 我觉得很好 我们这一群 园艺协会的人都是这样 一到春天都是爱花的人 不去看了 很难受的 像我会走远一点 就像走一些 平常人家不走的地方 就会非常惊艳 我记得有一年 周老师得了一个影符 我们也是网上的 就是在Austin 过去一点 就叫Spicewood 那边他们有一个 River of the Dish 就是河 它每一个河都有这种管理地方 那里我从来没看过 有这么多的 蓝带花 我看了那以后 跟老师看完 我说看了这以后 我别的地方 什么那些都不值得看 因为它这个是真是花海 全部是一片蓝 哇 那个真是 漂亮 它因为他们有钱 他们人家知道 这些东西 每个人这样爱 它就会自蓝播种 没有这会是 你就看从任何一个州 这个我们讲的 德州的这些 它当然又选择 譬如说 看蓝帽花 另外还有一个 在45上面 差不多两个半小时的 路程 一个叫Annes 他们也认为 他们这是 这个 Blue Bunny的 capital 路上旁边 有很多地方 可以看 但是那个地方 远一点 我鼓励说 真正有假日的话 就顺便在那边去 住一晚 其实很多东西 都可以看的 就是当你一天 赶来赶去就很 就比较辛苦 对 这最好是一个周末 至少要住两个晚上 在外面 像我上一个周末这样 你就可以看的 比较 没那么紧张 不然的话 你一开的远 一天往返的话 路上的时间 有点太长 另外要跟大家 介绍一下 就是Blue Bunny 这些都是喜欢 长在这个 有点 这个土壤 都比较 就像我们讲 是290 奥斯汀 这些地方都会做 你看在东德州 我们今天就说 去年 东德州这边 就这种花 就很少很少 为什么呢 土壤不适合 土壤不适合 这个还是 还是会有一些了 德州最有名 就是他每年 有这个预算 去杀种这个东西 但是我个人来讲 当有些像你讲的 这个私人的这些地方 他自己会在 但大部分这个 每年的 这个公路旁边 都是这个德州的 唯一现在有一个 我发现有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像你可能 那边比较好 像这个从 我每年以前 很久以前 十年前 我会从 亿士顿去 开车到 展通流去 那一片上 都是花海的 就是当不是 我们讲的蓝茂花 另外还有一种 叫Pranrose 这个 这个是一片 都是 虽然 这些野花 就是要 这个以 多取胜 你哪一个 真的哪一颗 哪一颗 哪一个 没什么 看了没什么 意思 就是蓝茂花 一样 就是说 还有印第安 Paybrush 这两个是 平常是混在一起的 就是非常漂亮 我看见邻居家 有人在前院 种了这个蓝茂花 现在开的特别漂亮 这个花 作为庭院植物的话 它是不是花期很短呢 还是春天过了 就要拔掉了 不要不要把它 但平常讲 有时候应该 自己会播种 但是这里面 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也去上过课 就说 它有的需要 你的种子 也需要能够 打开 就像我们的 苦瓜一样 就是一定要给它 打碎一点 但是很多 都自己会长 我是让跑出这些 这个 我是自己一人一日游 我会跑到这个附近 我们Houston父亲 很多这种小层 尤其他们也 有些人都会种 我去的 去的 有个地方叫Victoria Rigdale的Court House 旁边有一条街上 哇 全部都是这个Blue Bonnie 我都撒住了 因为真的太漂亮了 我真想看 得来 真的不费功夫 这个Blue Bonnie 就像你说 它自己的种子 落在地以后 它会明年春天 再自己长出来吗 是这种 会会会 应该会 那还蛮好的 但是我还没讲完 那个San Tony 现在你知道冬天 很多就像我们 45去达拉斯 还有这个 去这几个大的 主要的这个 freeway 这个interstate的话 他们会 冬天会撒一种草 就是看起来非常绿 叫Rigress Rigress可是它 长得非常高 所以有时候 把这Blue Bonnie 就给它盖过去了 所以非常disappointed 所以你去那个 你去那天 我就看了在 中林 你往上看 我想说 你在哪里 找到这块地方 后来 因为我 Austin有几个地方 有这种 像你这种看起来 就是因为它没有 撒那个Rigress 所以 那个那一块 那一块这个草 皮上全部 只像Blue Bonnie 跟这个 一些这个 painted brush 这个Indian painted brush 非常漂亮 那个草 会影响 这个Blue Bonnie 的发芽 是吧 不是不是 就是高度 因为那个草 会长高 比较的 大一个 这个德州 这是一个 表面上 我们就是不经 他们这个隔草 它会有 它一年隔几次 它这个算好 这个就说 这个时候不能隔 一隔的话 你这个 这个硬电 也就我们讲的 这个Blue Bonnie 就看不到 都被剪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又讲的 Berogacy 我就不知道 我去了几次 我以后就说 每天我不去 经过这个 San Antonio 我不想 我们春天的时候 我会去San Antonio 我会去Austin 现在Austin 我还会去 但是San Antonio 这条路 我几乎都不去 因为中间那些 全部长的 这个Rigress 它就停止隔的时候 所以它就变成了 草比那个 花多 把草把花多挡住了 挡住了 对 你看不到 你要仔细进去看 就下车看 是看得到 但是你平常 开车的时候 根本看不到 对 就没有那种 一片花海的 没有 没有一片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非常的 所以以前 我每天春天 就带着我的小孩去 他们带他们的小孩去 云老师 你知道我每年看春花 这Blue Bonnie 都可以看了十几年了 可是我今年第一次 因为带着孩子 就是在地上野餐嘛 所以躺在地上 这闻着那个Blue Bonnie 是很香的 我以前光看花 我没有注意 这个花还有香味 所以你现在是 你是往上 你是我这个楼 已经往上爬了几步 真的是有点微香 很多东西都有点香 对对对 很香 很新香 你进了才能闻得到 对 像我们去这个 东德州 我们讲的East Tech 这很有名 就是说 它有一种 就是我们讲的 金银花 这个Honey Suck 这个是已经变成野外的 这个是从我们中国进口的 那都是一百年前 所以它那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香的 然后另外一个很有名 就是开黄色 现在Histon也变成了 很多人种的家里 就叫Yellow Carolina Jesma 这个也是一种 黄色的花爬等等 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 它这个也非常香 你看我们现在就下面一个 就是这个Star Jesma就要来 所以这段时间是 是很多可以去 Yellow这些 就像你刚刚讲 很多人要特别去看那个地方 那我没有这种 我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我只是像比如 我该去290 我就开车就去了 有听众发来问题了 他说他们家住在KT 花园也挺大的 能不能懒人的办法 撒点这个Blue Banner的花种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让他们自由的长成一片 然后是不是明年 就不用再种了 种子落地 明年就可以这个点点开花 可不可行 KT 不可不可行 为什么 想法挺好的 想法是对 想法是对 而且他这个 你说这个 我去看这个 这个植物 植物学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是可以 就是自己花 这个种子会掉下去 但是你看为什么 德州每一年要 这个公路局 他花这几百万的 这个 杀了几百万的种子 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但是没有人 讲出真道理 当然是会 就像你隔壁邻居 但是我个人没有这个 就是说我没有 专门研究这个 这个南报花 肯定是长不好 是吧 不然的话 干嘛德州公共务局 每年花那么多钱 撒种子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学 就问了他们 他们也没有答案 就是一个觉得很糟糕 因为应该在你 照理讲 他是会 我们英文叫 receive 他自己会 再冒出来 像你家领导 那个 你们 领导 你看看 是不是 就问问看 我觉得有些人很lucky 他就自己会出来的 但有人被种下去 不出来的话 这种情形也不是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 变成 也是一门学问 很多人讲 哎呀 这个原因就这么简单 没有那个 你看一个南报花 就出了很多问题 对 那KT的这位听众 我觉得他要是 一定想试试 你试一试 做我们的那个试验 然后把结果告诉我们 要是成功了 万一成功了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 这么干一下 花园就很美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 推草的时候特别做 因为他这个是 他这个是在秋天的时候 10月11月 你就要种在地上 然后他就在 在一二月 他已经就冒出来了 让他慢慢长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跟减少很有关系 所以不要以为种下去 到时候Amigo来 他管理什么东西 全部给你推掉 全推了 所以这种东西 我们一定要想想 但是就说 我个人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时间 还有这些其他的问题 我已经忙着要命 你说这个 我还真想到 咱们德州的这些郊区 你看有很多的牧场啊 农场啊 养的老牛啊 羊啊 有的地方就很多的蓝帽花 那就是说 他平时也要捡草嘛 我一个有农场的朋友说 每年开着那个 每个月开着那捡草机 这个多少十几个acre的土地上 天天要咕咚来咕咚去 去捡草 那这个 如果你要撒了这个蓝帽花的种子 那就是一定在这个春天之前 你要记得什么时候开始 它开始长了 就不能再捡草了 不然的话 那花就都捡没了 因为这个都有高度嘛 不讲 很多人讲 就像我讲 另外题外这话 就说 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个 每个草坪 家里的草坪 有两种 我们德州 就Houston这附近都是 不是就St. Austin吧 就出业的 然后就是Bermuda 你知道 咱们去 去这个房子 因为很多人有这个 St. Austin就不想要Bermuda 对不对 但是你看里面 不整齐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就会问 有什么沙草机 但是那种沙草机 真的有沙草机 那很贵很贵的 像你的高度球场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T. Austin就研究出来 就是你减少的高度 这St. Austin可以 长得比较高 那Bermuda就比较低 所以你能够是 把这个 St. Austin 减少差不多三四寸的时候 那Bermuda 迟早就没有了 那这里面另外一个很好 就是说夏天 我现在水费 开始我想全片的这个 Houston附近的任何这个 都要开始涨价 涨价的话 大家用水就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一说到水费涨价 那么住在Houston的人都知道 天然气三倍的价格 尤其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开始以后 这个涨价涨得更厉害了 所以这个省一点水 要浇院子 这也是一个省钱的方法 我记得咱们园义协会 就有朋友在问说 他们家后院 是一个天然的人工湖 那个湖里的水呢 可能放一些什么颜料 都是蓝洼洼的 平时为了好看 那个湖里的水 能不能用来浇 他们家的菜园和花园 是不是有什么chemical在里边 一定有 你也知道 这都是下水道 就是我们平常的 这个路上的街 你看那个有这个 有水排 这都其实都排了这里面 所以很多很多社区吧 因为唐城 我有些朋友 后面你这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bass 对不对 也有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这种叫什么 叫我们台湾叫 无锅鱼的这种东西 淡水的鱼了 很多人钓 也有很多人去吃 但是你要问老美 沙头他不叫你不要吃 因为这里面有这个 比如说你的这个 这个草皮上有 很多撕肥啦 还有这个 沙虫剂 撒草剂啊 这里面讲起来都会 都会 有些东西 这个持久性很长的 所以我个人来讲 你钓 就会钓掉 然后把它丢回去了 对不对 不能吃 所以 所以这些是尝试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做这个 因为 因为一花 自己后院能钓出来 正好 直接就吃了 看着挺好 这一点我还蛮有发言权 因为我经常钓鱼 其实 为什么我现在喜欢 深海钓鱼 就是你看我们航行出去 八个小时 离开Galveston之后 那海水是 瓦栏瓦栏 清澈透明 那个水的干净 跟我们这个 Galveston海边的水 是两个级别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鱼 当然干净了 你这边 你看那个 那个网站上 这个Fishing Lesson 那地方 都会有一些 recommendation 那我们岸边 这边那么多化工厂 那本身水又污浊 那个鱼体内的 一些重金属含量 就没有那么安全 就不建议大量的食用 我让你插两句 OK 这个东西 你讲深水鱼 其实你要看看 很多的养生 或者是对 深海的鱼 其实不应该要吃 为什么 它是这个 我们讲的 Food chain里面的最后 但是Food chain里面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是我们能类 最后前面就是 你大鱼 比如说是 我们不要讲鲨鱼 就普通 这个我们讲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 食用的这种 像Pedotuner 这个金枪鱼 这些 因为它是 它就全部吃了 吃了以后你知道 还是有重金属 到人这来的 对 我们有一个听众 打电话进来 我们接听一下 喂你好 明明好 老师好 我想请问老师一下 刚刚提到的 那个最前面 有说到 二月份是 修剪玫瑰的 那个 就是大洞剪刀的 好时机 那如果已经过了 二月份了 现在 它已经开始 涨起来了 我们还可以再 大修剪吗 谢谢 当然可以大修剪了 你认为要修剪 就可以修剪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说是这个 当然4月4号 我们的Income Tax Report 它有个dead end 这个植物 这回事 你认为需要 可以修了 就修 但是有点晚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鼓励 每年就要 不然那个 你知道大部分的 这个玫瑰 普通的Average的 这高度是 七到八尺高 对不对 不是说不可以 你也可以让它 长成这么高 也不是说不可以 就是说看你 所以这个原因 就是说它这个 因为这跟你的 这个 我们不是这么一科 对不对 是你的这个 Linescaping 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你这个高度 这些都是因为 给你修剪 很有的 原因的 对 再请教一下 就是说 一年 可以有几次 这样的大修剪 好像是说 要减到差不多 凌晨一时 一次 一次 就是二月份 一次啊 一年 重剪一次 但是 但是你看不惯的话 你也可以剪 这就我不讲 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真正的道理 最主要道理 我们原因的道理 就是因为这个 就这个 玫瑰会长得很高 很多人对 对你欣赏了 或者什么 或者对这个 景色的安排 这个是有 有 需要的 所以你就 多多剪几次 但是平常 我们是不剪太多 因为就像你 一个玫瑰 你看你开第一次开花 就是你 小比三月份 它就会开花 开花以后 你最后 就是说 真正的园艺专家 他会告诉你 就是剪到 剪到这个 花的下面的 两个叶子吧 还是三个副叶 剪掉以后 就从那边 所以无形中 你这样 照这个方法的话 你到的 秋天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玫瑰就 长得很高了 对不对 那所以你也 不能剪太多 因为这个叶子 是这个 我们讲的光合作用 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个没有叶子 这个植物 就饿死掉了 谢谢 不谢 不谢 给我们受用的 这个养度 谢谢 好 谢谢您 再见 谢谢 是的 所以这个一年 虽然最好的 剪的时间 是二月份 但是如果您 错过了 现在也可以剪 只不过呢 从二月份到现在 新生的这个玫瑰 已经长出很多枝条 就变相浪费了一些 玫瑰本身的营养 所以我们提倡 这个余老师说 要早剪 就是因为二月份 它还没有怎么涨 没有浪费能量的时候 就把该不要的 就剪掉 那现在当然也是 可以剪的了 所以我 我觉得有时候 没办法 大家很忙 对不对 而且也不是几个人 说专业 做种玫瑰 但是最重要 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只能用这个 日期来管 就反正你这个 像你刚刚的节目 开始都讲 就情人节的时候 就要剪玫瑰了 那当时你的 你的这个家里的 这个另外一方 都到店里去买 买玫瑰 这两个是 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两回事 那个重剪 而且我记得 玫瑰老先生讲的 就是这种老妆玫瑰 不是你新买来的玫瑰 就所有笔 一根铅笔 还要细的枝条 全部剪掉 而且那个下手 要挺狠的 就留几个主干 很粗的枝条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 狠能才行 大部分人都不会 不剪不开花 对 不剪不是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 你知道这个 这个玫瑰 都是嫁解的 几乎我们讲的 当然有些是 这个自跟 自跟走 就是玫瑰 像是我看到的 这些真正的 这个 这些市政府的 这些像我去 这个Poland Oregon 他们是差不多 差不多六七年以后 他们就整个换掉了 因为这个 嫁解的地方 它就会产生这些 其他的生理上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 真的好 但或者说 谁想 或者说五六年 正好开了 很不错的时候 你把它抛起来丢掉 那看起来都很 我们中国人 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玫瑰花 每次花卸了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剪掉 因为花卸了之后 那个像种子一样的东西 非常浪费能量 剪完了 它才能够很快的付花 不剪呢 就影响它 接着去开花 和营养的这个储存 好 那刚才那个 那个湖里 能不能浇水的那个 您还没说呢 这可以浇 还是不可以浇 湖里的这个后院 人工湖的水 能不能浇菜园 能不能浇花园 不可以 不可以 这钱还不能省 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第一个人家也不让你 社区也不让你去 第二个 第二个我不讲 因为里面有 有这些 这些 这些 我们来历不明的这些 譬如是杀草剂的 比如杀虫剂的 还有其他的花 这很危险的事情 当你吃一点 没有问题 没有没有 不会 不会立刻死亡 我不是跟你讲很多东西 慢性的这个都中毒 但是你要说叫人家去 但鱼也活了 因为他他不怕了 他也虽然慢性中毒 他他他不会 不会受到 不是让我们吃了一个什么 这种 对 安眠药 安眠药吃 要去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大家我建议是用那个 雨水的收集器 来浇花和浇菜 就是在你那个房檐下面 咱们现在美国大的那个房子 不都有一个排水的管道 都跑到地下都流走了 又浪费 又会造成这个社区的淹水 如果在这房檐下 有一些收集雨水的东西 又安全 而且雨水是最好的这个水分 对于植物来说 也很难讲 但是当然这种是我们鼓励 但是问题是要小心你的邻居 如果你的这个这个收水的地方 是open container 就是没有盖子的话 有时候夏天就会有 譬如我们讲的 生蚊子 蚊子的 对 所以这个也就就有人会告你啊 所以这点头有时候是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先考虑一下 或者或者问 因为我我比较懂一些了 但是因为我我住在社区住了五十多年 就说有时候要特别小心 这些外国人一看到你 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 有华人里面有出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了吗 所以这个雨水收集器 还得是在网上研究一下 用那种有的是蜜蜂啊 就反正要对防蚊虫和美观的这块都要考虑一下 你收集的这个地方 那个雨水那个桶 不要影响市容啊 这个美国的社区是非常重视这个的 前院后院 不要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搞这个东西 对对 万一就是自己也会 就说那就去那个pay call 或者什么 要去买一些 我们讲这个鲸鱼 就是小小鲸鱼 这个是他们就专门吃这些蚊虫的幼虫 蚊子的幼虫 那就是个最好的方法 不然的话 你就可以去到这home depot买这种一种药 就是丢下去的话 它也不会生的蚊虫 太麻烦了 什么东西都很麻烦 对 你比如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不觉得吗 你先说谁讲说要四北呢 或怎么样的 没有这回事 但是现在是 尤其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你看你要什么都有什么 但是问题都是 都要花钱 要想省钱 就要麻烦一下了 就像他们现在在笑嘛 你看很多人 尤其国内来的 他们就自私其力 就在后院种很多菜 但是这个水费不得了 现在水费不得了 很贵 好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 一个听众问 他说去年种了百香果 四五月份开花了 一个果都没结 十月份又开花了 需不需要做人工授粉 才能结果 为什么没有人工授粉 反而不结果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个人来讲就是品种的问题 就像你结果的品种 因为我去过这个 Tech to name 就也见一个 拜访了我们的教授 就说他那边有个示范园地里 他那几个品种 全部都结 而且结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品种 这个结果的品种 跟不结果的品种 是有差别 不是你受粉 不受粉 你结果的品种 不受粉 他也会结 我们家种的那个 有白色的就是 然后一颗紫色的 就是开很多漂亮的花 一个果都不结 所以这是看来 主要是品种问题 是跟品种 我觉得跟品种 特别有关系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 不能够说是 不能够说是 因为这个 尤其我们讲的这个 英文叫passion flow 这个是 这个花是很漂亮 有红色的 紫色就好多种 所以一定要了解 这个哪一个是有红 我认为是跟品种 非常有关系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的 我爱我家节目 就要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 非常感谢 于老师做客 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 咪咪再见 大家再见